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生命纪的第26章 生命纪的第26章总共有19节 它的内容是摩西在讲 要以色列人献出俗之物 即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的条例 我们把圣经分下段落 第一大段是1到15节 这一大段主要在讲两件事 也就是1到10节的 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 在神的面前奉献出俗的图场给神 第一大段当中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11到15节 讲的是三年一度的十一奉献的条例 第二段是16节到19节 摩西再次告诫以色列百姓 要遵守神的律例 诫命和典章 我们今天所选用的要节是第五节 圣经这样说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 我祖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寄居 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弟兄姐妹们 26章并不太难 里面主要是在讲 以色列百姓在进入江南后 神要他们献上出俗的图场 即三年一度的十一 第一段来让我们看一下 1到15节 我们先看 这第一大段当中的1到10节 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认为 本处所讲的献土地的出俗图场的经文 于在这之前所提到的 一年一度的十一奉献 是有分别的 大家可以参考生命纪 14章22到23节 那分别的原因在于 这一章所讲的 乃是一旦 以色列百姓进入约旦河西 在迦南地第一次收获土产以后 要将首次的出俗的土产 拿到中央圣所 神的面前做感恩性的奉献 就时间而论 这个时间将会发生在 七七节 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的16章 9到12节 我们看到在本章的描述中 他很注重献出手之物的遗城 也就是礼仪 那就是当百姓来到中央圣所 他们要将成装出手之物的框子 交给祭司 然后要开口声明 对祭司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女神明认 我已来到耶和华 向我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我们的弟 第三节 所以这里既然声称来到了 这样的声称 确实是应该发生在 刚刚到达迦南后 以后若长时间都住下来了 就不需要年年都在神的面前 如此说了 五节到十节 被认为是百姓在神面前 重重的申诉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 这几节就是旧约以色列人 在神的面前要宣信的信经 信经乃是用最为简洁的话 来描述神救赎以色列先祖 及百姓的作为 信经严格上来讲 就是信仰的宣言 读和背这个信经的人 就以这种最为简单快捷的方式 来确认并传承 基本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 现今在教会中最熟的就是使徒信经 也有人会知道尼西亚信经 或者其他信经 我们要来看一看 这所谓的信经中 陈述了怎样的内容 第一 以色列人强调说 我祖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居住 这是第五节所说的 由于本处讲到下到埃及居住 所以就使得许多人在解经的时候 都把这个重点放在雅各身上 以及他为了逃离他哥哥 在巴旦亚兰 舅舅拉班家里 二十年的经历 《创世纪》二十八章 雅各在巴旦亚兰 住了二十多年 那么的久 而神也在那里建立并兴起他的家世 但若光这么解释 就偏于狭隘了 这里所讲的我祖 他的含义 应该并非仅止一个人 而且也应该包括 亚巴拉罕 以撒都在内 就这血统和文化而言 亚巴兰一家 与大河那边的古代亚兰人的血统 要更近 所以这里亚兰人的意思 有着文化 习俗 及血统的界定的含义 而江王一词 现在的圣经 英文的一本 通通选了最准确的翻译 它的意思 其实是漂泊 下到埃及的经验 其实也并非雅各义人 而是以色列当时全家的举动 而且在下到埃及的简单的词句里 甚至还包括了约瑟被卖到埃及的经验 所以在这里 简单的语句中 实际上隐含着非常多的历史的细节 第二方面 历史状况的对比性陈述 这里先讲了 以色列先祖的人口稀少 然后对比 他们到了埃及以后 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一到七节 这都成为了感恩的理由 因为成为大国 并且有许多国民 后裔 人数多如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乃是出于神伟大的应许和大能 也是神与亚伯拉罕之约中的 神要赐福的重要条款 第三个方面 也就是六节七节 这里面回忆了在埃及的苦难 出埃及记一章八到二十二节 出埃及记五章六到十四节 那这些苦难都已经被神事先预告给 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之道了 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 第四个方面 也就是第七节提到了局面的扭转 在于百姓哀求耶和华 以及神听见了他们的声音 看见他们所受的困苦 劳碌和欺压 大家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三章七节 第五个方面 也就是八到九节所叙述的 讲到了神大能拯救的作为 神用他的大能的手 即伸出来的绑壁 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其事 领他们出埃及 在这里 旷野的经验被略过不提 直接就说 将我们领进这地方 把这流奶余蜜之地赐给我们 第六个方面 由于神赐了地给百姓 所以在信经的结语 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感恩说 耶和华 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 地上出手的土产奉了来 这是感恩的话 并且也是人蒙了神的恩 在神的面前感恩的回应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说过 亚巴拉罕之约 是关乎在地上 得基业 得福分的 他有两个最具体的 基本的福分来构成 即土地 也就是国 还有人口 就是国民 有土地没有人 不行 有人口没有土地 也不行 因此在这段 信经性的内容当中 以色列人的信仰告白 非常的精彩 他前面提到 我祖是位漂泊的亚兰人 而且人口稀少 意思是 那个时候 没有土地 可以使人相对永久性的住下来 也没有可兴大业的人丁 但下了埃及以后 人丁竟然兴旺起来 但埃及地 却不是永久的家 神没有将埃及 赐给以色列百姓 因此 神就以大能 带他们出埃及 并且进入应许之地 到这里 人丁早就有了 尔金 土地 国土 也都有了 因此有人会说 这一段所讲的 并不是普通以色列百姓 每年度的收成出手的奉献 而是全体的国民 入主迦南后 就着神所赐的 田里的出产 隆重地进行 感恩的奉献 实在是有道理 百姓们 心被恩赶 在仪式中 将土产 放到神面前 并且神圣 自豪地 宣告自己的信仰 这场面 该是何等的感人 圣经上说 他们把这框子 交给祭司 其实就是经文所说的 放在神的面前 并且向神下拜 土地得土产 这是神给以色列人 应许的实现 诗篇第85篇第12节 可以说 这段仪式当中的 神圣伟大的意义 只有对神救赎大能作为 有经验的人 才能明白和体会 接着让我们看一下 第一大段当中的 第二段内容 也就是11节到15节 在这一段中 摩西再一次的 吩咐以色列会中 有关每第三年的 十分取义的奉献 我们之前说过 这是以色列人 第三种形态的 十一奉献 大家可以参考 《历位记》27章 第30节 我们讲过 第一种十一奉献的方式 是归祭司 这种形式 是在献祭的时候 将祭物中的举祭 给祭司 民述记第18章 第二种 是生命纪的第14章 22到27节 所讲的 将田地所出的 十分取一 五股新酒和油 十分之一 牛群羊群中 投生的 在中央圣所那里 吃在神的面前 而第三种 其实就是本章 15到19节 所讲的 乃是 周济性的 十分之一奉献 其方法是 每三年的末一年 就将本年的 土产的十分之一 取出来 存在你的城中 使城中无粪无业的 立位人 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妇 都可以来吃 而且吃得饱足 生命纪14章 28到29节 生命纪26章 12 13节 按照14章 29节所说的 以色列百姓 若如此行 这样 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手里 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当以色列百姓 照着摩西的话 如此行的时候 摩西在此 嘱咐百姓 同时也要 庄重神圣的 在神面前 说如下的话 13节 到15节 你又要 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 我已将圣物 从我家里拿出来 给了立位人 和寄居的 与孤儿寡妇 是照你所吩咐 我的一切命令 你的命令 我都没有违背 也没有忘记 我受伤的时候 没有吃着圣物 不洁净的时候 也没有拿出来 又没有为死人送去 我听从了耶和华 我神的话 都照你所吩咐的 行了 在这里 13节14节 是看第三年的 十一奉献的土产 为分别为圣 给神的圣物 在神的面前 献圣物者 必须要在神面前宣告 那就是 已经将圣物 给了立位人 寄居者 孤儿和寡妇 还有 我受伤的时候 没有吃这圣物 所说的受伤 是指活人 在死人 下葬前 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而死 在旧约的 捷径条例中 被看为 是最不捷径的 民书记 19章 11到19节 另外 百姓也要声称 自己 在不捷径的情况下 没有将圣物拿出来 又没有 为死人送去 这里可能是指着 给丧家 送食物的习俗 总之 13节 14节中 百姓应当 心口如一 以诚实 无伪的姿态 侍奉在神的面前 因为他们在这种 仪式性的宣告中的 每个细节 都决定了 他们 是真的 没有违背 耶和华神的命令 没有忘记 而且是听从了神的话 并照着神的吩咐 行了 在百姓 如此顺服的情况下 正如有句话 说得好 那就是 给神一切 他所要的 知取神 一切 应许给我们的 百姓便可以 坦然无惧的 自信大胆的 向神恳求 这就是第15节 求你从天上 你的圣所垂看 赐福给你的百姓 以色列 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你向我们列祖 启示 赐我们流奶 于蜜之地 这一段祷告的重点 是百姓要求神 赐福于我们的地 就是你向我们列祖 启示 赐给我们流奶 于蜜之地 前面的经文中讲 顺服的百姓 在第三年献出 十一的土产 而在此处 蒙神悦纳的百姓 则继续求神 赐福于百姓 耕种并经营的土地 前因后果 恳求 赐福 地上 天上 呼应的极其统一 和谐 美好 又完满 接着是本章的最后一段 十六到十九节 从经文内容的划分上 一般认为 五章的第一节 一直到二十六章的十五节 是神在跟百姓立约 神颁布了 以色列百姓当手的诫命条例 这些内容和相关的解释 到二十六章的第十五节 就结束了 十六节到十九节 被认为是 百姓在与神立约的事实面前 要在神面前 庄严郑重 承诺的誓言 摩西就像一位中间人 把神和百姓 紧紧的拉在一起 百姓需要承诺 必须做神圣洁的子民 而神则承诺 要做他们的神 以他们为自己的子民 所以在这里 四节经文 清楚的阐明了 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也宣告了 以色列百姓要以 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作为对神恩典作为的回应 当以色列百姓有如此的回应 神就必赐福 与他立约 并遵守他诫命律法的百姓 各位弟兄姐妹 每一天跟大家一同这样的读经 实在是又蒙福又喜乐 我愿神不断的借着他的灵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执着热心的读下去 我们所以要读下去 是因为神的话语 实在是宝贵 愿神赐福于 我们生命 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